蜜尿系统疾病是一种非常高发的疾病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蜜尿系统 那一旦蜜尿系统出现了问题 会引发出哪些疾病呢 马上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 让他来告诉我们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庞兰主任 掌声有请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 庞兰主任 又见面了 欢迎您 请就座 谢谢 他师从多位泌尿中医 研洗中医多年 并且在美国和加拿大 进修泌尿外科 他对泌尿系统疾病颇有心得 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治 作为一名医生 他兢兢业业 认真对待每一位求医的人 近30年临床经验 他深知 泌尿系统疾病 给人带来的种种烦恼 对他来说 作为一名医生 最开心的 莫过于收到患者康复的消息 泌尿科医生 是个特殊的职业 对于患者 他们羞于表达自己的疾病 而他总是能让患者敞开心扉 坦言相待 用他的风趣幽默 化解尴尬 在患者眼中 他不仅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医生 更是个知心的好朋友 他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庞然 本栏目专家 由看大一推荐 感谢看大一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有句俗语叫做 生活五大事 吃喝拉撒睡 但是就有这么一群人 在某一个方面 不那么舒服了 这群人就是患有 泌尿系统疾病的朋友了 那这样我们也准备了一个提板 请庞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你看这是咱们一个形象的 泌尿系统的一个图 肾 输尿管 膀胱 尿道 当然这个你人画了 有眼睛有嘴了 那么其实泌尿系统 会产生很多的疾病 当然比较常见的 那就是尿路感染 当尿路感染主要是 发生在尿道 膀胱 男性 前前线会有一个疾病 当然前线会包括三个病 前线炎 前线增生和前线癌 那么结石 当然结石呢 也是泌尿系统一个常见的疾病 它可以发生在肾 可以发生在输尿管 可以发生在膀胱 还可以发生在尿道 当然除此之外呢 还有些这种肾炎和肾病 比如上小球肾炎 然后一些这种肾功能衰竭 等等等等 其实可以说这些疾病 覆盖的很多很多的 种类的疾病 所以说如果泌尿系统出现问题 可能引发出以下的这些疾病 比如说尿路感染 前连线疾病 泌尿系统结石 泌尿系统肿瘤 以及肾病等等 没错 是这样 那庞主任在日常生活中 出现了哪些症状 我们首先就要考虑 是不是泌尿系统 发生了问题了呢 一般而言 我可以把这些症状 概括成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尿液异常 当尿液异常呢 最常见的表现为 比如说尿液颜色发生异常 当然一般有点黄 可能问题不太大 但是如果说尿液出现了 尿液混浊 看起来就像这种米汤一样的 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当然除此之外 有些人会出现血尿 看起来尿颜色发红 这些 当然有些 还有些特殊的疾病 比如说尿液发生一些颜色的改变 比如说颜色发绿啊 什么都是一些特殊的疾病所导致的 这是第一类 尿的颜色看起来异常 但是这一类疾病呢 很容易被大家发现 一看自己的尿的颜色发红了 肯定要及时去就诊呢 当然第二类症状呢 叫做排尿异常 当然它包括一系列症状 最主要症状包括尿贫 尿急 尿痛 然后排尿困难 以及排尿等待等等等等 首先说一个尿贫 那我想请教下嘉宾 你们猜一猜 对于咱们正常人 每天尿多少次尿是正常的 你们猜一下 二位嘉宾可以猜一下 对 因为今天上我讲课的时候 也问到我们那个学生说排尿多少次正常 他们都没说对 医生生都没说对 但是你们也许已经能说对了 那就没有压力了 那先进行说吧 你先说吧 我觉得8到10次差不多吧 来 晓鲜 24个小时扣去8小时睡眠是16个小时 16个小时的话 你这个太精准了吧 两个小时一次 我觉得再加上有的人可能去得不频繁 那就是最少可能得个五六四 最多也就是十次到头了吧 我也猜一下 好的 我也猜一下 我猜八次左右 思佳你这确实比较靠谱 非常接近 对正常人一般 是七次和七次以内是正常的 七次 七次以内 八次到八次以上 往往是有点问题了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有些人说我排尿次数多 但是其实有很多退休的老先生在家 每天没事组喝茶 虽然去的次数多 排尿每次尿量都很大 这也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说的尿频 往往指的是24小时之内 排尿次数大于等于八次 同时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平均的尿量在200毫升以下 用通俗话说就是排尿次数多 但是每次尿量少 这让我们叫做尿频 尿急值得非常简单 有尿得赶快去 没跑到厕所就用 要尿裤子的感觉 也不如 对 尿痛了 排尿疼痛 当然也有些人会出现一个 排尿觉得尿到很热 当然有些朋友在描述的时候 觉得说我排尿的时候 我感觉我尿的是辣椒水 或者开水 大家可以想象排尿的时候 觉得尿到很热 但是还有些人尤其老年人 排尿的时候很费劲 排尿得等一会儿才尿出来 而且尿完了尿不干净 排尿甚至于得使劲骨度的 才能把尿尿出来 这是一些排尿症状的异常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腰痛的症状 其实很多病人表现为腰部的疼痛 但这种疼痛可以是突然间发生的 疼痛非常剧烈的 也可以是这种绵绵无休脏痛为主 一旦出现这些症状都要警惕 泌尿系统出了问题 刚才的节目中 庞主任讲到了 泌尿系统会出现尿路感染 前列腺疾病 泌尿系统结石 泌尿系统肿瘤 肾病等疾病 当生活中出现尿液异常 排尿异常 腰疼等症状时 我们要警惕 泌尿系统出现问题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健康到我家环节 分享生活 分享健康 大一本草堂现在新增了 健康到我家环节 如果您想跟大家分享 您在生活中遇到的健康疑问 或者养生妙招 只要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踊跃报名 我们的节目制作组 就会走进您的家中 记录您的生活 让专家为您现场答疑解惑 其实我们的庞主人 也是一位网红的专家 因为我有在APP中 经常看到庞主人的视频 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个粉丝团 对 是的 那前两天我们就联系到了 您粉丝团的一位代表 去到了他的家中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的日常生活的一天 是什么样子的 好不好 好的 一起来看一下 她是庞主人的忠实粉丝 大家好 我是庞主人的忠实粉丝 我学到了好多的养生指示 她非常注意养生 我们经常看一些养生的书 对自己保养还是注意的 枸杞 滋补肝肾 易经明目 桑肾 胃肝 性寒 入心肝 肾经 滋阴补血 桂圆肉 壮阳益气 补益心脾 养血 养血 安神 三样合到一起 泡出来 茶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法 坚持每天用中药泡脚 是个很好的习惯 我还有一个习惯 每天监测泡脚 是庞主人给的一个方子 毒火 毒火 去风圣诗 散寒止痛 枪火 散寒去风 厨师止痛 威林仙 去风厨师 通筋活络 防风 去风截表 圣诗止痛 经界 震坛 去风 凉血 上了一天班挺劳累 泡了脚之后 真的挺舒服 除此之外 这个粉丝 还有一个健康生活习惯表 通过庞主人的健康知识之后 我养成了一种健康习惯 列了一个健康表 每天六点半起床 起来之后 自己出去散散步 吃完饭之后 完了八点半就上班 苹果 西红柿 南瓜籽 对男性大有弊异 像苹果 西红柿 南瓜籽 自己经常用一些 对自己还是有好处的 对于一个爱养生的人 血胃按摩必不可少 像这些血胃 都是通过庞主人讲的一些 我总结出几种血胃 完了经常自己用不用 由于有后背 对身各方面都有好处 是不是 他还有一句话告诉大家 咱们好好保养身体 每个人都有个健康的身体 对自己 对家庭 都是有好处的 希望大家 能走向健康之路 真不愧是粉丝代表 一看就是粉丝中的铁粉 对啊 我觉得不只是 咱们庞主任的粉丝代表了 我觉得这可以代表广大男性了 这生活真的是太健康了 没错 真的是这样 首先看他代茶饮这个 这几味药呢 可以说枸杞 桑肾和桂圆 那么枸杞呢 是一个很好的补肾的一个药物 桑肾也是一个补肾甜精的 桂圆呢 本身也是一个这种 补肾安神的这么一个药物 非常好 这几个药物 泡茶喝 可以说有很好的保健养生的作用 当然他的这种泡脚饭用的也非常好 当然枪毒火 微宁仙 然后境界防风 这些都是一个预风除湿的药物 在冬天呢 我们用这个泡脚饭来泡泡脚 有这种散寒除湿的作用 因为很多时候冬天外的比较冷 尤其很多朋友工作比较晚 回到假天气比较冷 比较容易受寒 用这个泡脚饭泡泡脚 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药物刺激足底的穴位 因为我们人体脚上的六条经脉 有三条阳经 三条阴经 通过这些药物刺激我们人体的经脉 可以达到树冬气血 保障健康的作用 另外呢 这位粉丝呢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生活表 对自己的日常生活 进行一个很好的这种安排与调理 这样保证他日常达到一个 很好的健康状态 所以我也推荐很多咱们观众朋友 可以借鉴他的方法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肯定不可能完全借鉴他那种方法 但是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 适合自己的方法 当然如果说确实不了解 可以去资讯一些 附近的一些中医大夫 或者中医朋友 可以指定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养生健康的方法 枸杞 桑肾 桂圆 桂圆都是补肾良药 一起泡茶有保健养生的作用 中药泡脚方 散寒去湿 不同的中药刺激足底的经脉 可以疏通气血 保证健康 对于这个粉丝的健康生活表 唐主任给出了肯定的评价 唐主任还提醒大家 可以借鉴他的方法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切勿完全模仿 如果您也想向我们分享您的生活的话 您可以拿起手机 散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点击我要报名就可以了 那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中老年人 慢慢上了年纪以后 经常起夜 一晚上要跑五六次厕所 对对对 白天也是特别频繁老去厕所 这是正常的吗 还是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很多老年人 确实是夜里需要 频繁的企业商厕所 那么现代医学认为 这些人一方面 是由于膀胱本身出了问题 膀胱处于老化状态 频繁地收缩 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 激素水平的改变 导致他们尿量分泌的多了 尤其夜间尿量分泌多了 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讲 认为主要的原因 在于他们的这种肾气不足了 因为其实从中医来讲 肾气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实如果形象 把我们这个膀胱 比喻成一个茶壶 不是一个茶壶 一个水壶 里面一壶水 我们中医讲的肾气 就相当于这个蝴蝶的火 把这个水能烧开 烧开以后 这水就变成水蒸气 蒸发掉了 那么这个蝴蝶的水少了 就不用去频繁地倒水了 所以其实对于中医来讲 这些老年人频繁的企业 最主要是由于这种 肾气不足的原因所导致的 那么对于这种肾气不足 导致的尿急尿瓶 咱们中医上有没有什么 好的方法能够缓解一下呢 当然有了 其实有一些非常简便 异形的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药物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非常常用的药物 是什么药呢 就是补骨脂 但是咱们先说这个药 后面再说这个药的伏法 这个药呢 其实从中医来讲 是有一个很好的补肾作用 就是补肾 然后把前面咱们说的补肾气 让人体肾气足足的 可以把火烧开 把水都变成水蒸气 其实说到这个补骨子 还有一个传说 传说在唐朝的时候 唐朝宰相当时是郑鱼 已经72岁的高龄做宰相 可是有一天呢 皇帝发现了这种南方 出现一些这种 跟不同国家间 存现一些地狱的纷争 别人都解决不了 让这宰相去解决去 但是宰相已经72岁了 但是呢 皇帝认命了 没有办法 从京城到海南 可是非常远 起码一路奔波 到海南以后呢 就出现了一系列症状 其中最主要症状 就是出现一些排尿的症状 同享去厕所 夜间起也很多 然后呢 夜间睡不好觉 严重影响 他跟纸节的交往 这时候呢 给他献了一个药 说这是我们国家的 一个神药 我们很多这个御医 说这个药 对感染症状有帮助 开始这个宰相不信 但是后来说 姑且是一试嘛 因为没有别的好办法 要把这个药每天吃 吃了十天以后 症状一下就好了 然后说是什么药呢 其实就是补骨子这个药 当然这个郑鱼 在海南节度时 担任了七年 七年以后 邻国之间的关系 已经处理好了 反经了 但是他把这个药 也带给了京城的百姓 我看您有一个 补骨子加鱼飘 对 这是一个 可以说这种 药师同源的 这么一个简单的做法 可以把补骨子 差不多15克 加上鱼飘15克 把它一起 这种煮汤 这个煮汤以后 喝鱼汤 吃鱼飘 这样呢 对于这种减少液尿 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同时鱼飘本身里面 富含胶原蛋白 对于这种年轻的女性 还有格外的好处 可以美容 对 那么对于中老年的男性也好 女性也好 不仅是可以改善 他们皮肤弹性 美容养颜 还可以改善 他们的液尿 所以补骨子这个药 可以说是治疗液尿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 是 因为我发现 有一些老年朋友 尤其是年纪 比较大的一些人群 他们液尿很频繁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 睡眠不足 这个时候 睡眠不太好的时候 可能他又会觉得 我总觉得想上厕所 我外婆就有这样的情况 你说得很对 就是说他们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 液尿这种频繁了 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又想去厕所 不仅如此 这个夜间企业次数增多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危害 美国有一项调查 调查了8600多个人 发现他们夜间企业 两次以上这部分人 他的死亡率是显著增加的 所以说大家对于 这个夜尿频繁的情况 还是要多多重视的 没错 是这样 尤其是子女 可能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年纪大了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一定是出现问题了 它才会出现 尿频尿体的问题 一定身体出现的问题 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好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堂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 我看还有两个穴位是不是 对 还有两个穴位 一个是三心胶穴 一个是八疗穴 这两个穴位 对改善尿频尿急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两个穴位 先说三心胶穴 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了 它怎么取 我们用到四个手指 首先找到您的这个内怀尖 内怀尖直上四个横指 用自己的四个手指道 直上四个横指 这个位置就是三胶穴 其实它是人体的三条阴晶 交汇的一个穴位 足掘阴肝经 足太阴脾经 和足少阴肾经 三条阴晶交汇的一个穴位 那么这个穴位 我们可以用拇指去按揉 每次按揉 这种三十六次到五十四次都可以 肠肉这个穴位 对改善尿频尿急 可以说有很好的帮助 当然现代医学也发现 三胶穴底下有一个神经 叫做静神经 这个神经可以调控人体的膀胱的 改善它尿频尿急的功能 第二个穴位是八条穴 八条穴其实叫八条穴 它不是一个穴位 它是八个穴位 在我们的腰底部 怎么取 其实在我们腰部 会有找到两个骨头的凸起 我们叫做卡后上脊 找到凸起以后 向内下方会摸到两个坑 这两个凹线 然后再往下一点 会摸到另外两个凹线 直到往下一只 可以摸到八个凹线 那么这个八个凹线 就是八条穴 那么在揉的时候 怎么揉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用手可以把手搓热 搓热之后 把这个八条穴从上到下 搓揉 每次搓揉个几十次 直到局部发热 那么这个也可以很好的 改善尿频尿急的症状 其实现代医学也发现 里面有咱们的这种底神经 尤其是第三个孔 我们叫第三神经 那么它对调控膀胱的功能 是很有帮助的 再通过错柔八条穴和三心胶 可以帮助人体 改善尿频尿急的症状 好的 谢谢旁主人带来的 食疗方和学位法 谢谢 除了食疗方和按摩的方法之外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缓解 尿急和尿频的症状呢 如果您想要了解的话 也欢迎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那想问一下旁主人 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 能够化解这些结石呢 当然了 有很多方法 其实最主要的方法呢 通过多饮水多排尿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 两个简便的方法 帮助大家去化解结石的危机 首先一个是耳穴压豆 通过这几个刺激点 可以改善人体的这种症状 可以帮助人体排除结石 其实这列了几个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前四个 肾 膀胱 舒脑管 跟三胶这几个穴位呢 因为前三个是面疗系统 不同的部位 三胶呢是一个中医的概念 就是包括上胶 中胶 下胶 如果气急通畅了 可以有利于这种结石的排出 或者结石的消融 那么在这儿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些在什么部位该怎么贴 其实我们贴耳朵呢 是选用这个中药 这中药是什么呢 王不流行籽 对 那么可以采用这个胶布 贴在耳朵上面 咱们拿小钱做个示范 看看这几个部位在哪 来 大家看一下 我把这个拿过来 我来帮你 旁主任 这个方法 自己在家里面可以用吗 但是必须要有人帮 自己看不着耳朵嘛 咱们看啊 我们先找肾 舒暖管 膀胱 在什么位置 一般咱们耳朵 上头有一个圆 在这个下面这儿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可以拿酒精消线毒 消毒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一段胶布 但如果我们要是 沾三个穴位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一段胶布也可以 沾三个痘 一般就是咱们从耳朵这个圆下面 从内向外 是肾 舒暖管 膀胱 三个穴位 如果这个耳朵足够大的话 我们也可以贴三个胶布 如果耳朵不够大的 我们可以贴一个胶布来概括 我一直以为贴这个耳朵 一定要去医院才可以 对啊 医院会方便一点 因为很多病人自己 找不好准确的位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不太建议病人贴 因为找不到位置 那么贴的不准确 在医院也是用这个 王牧流行籽吗 对对对 也是用王牧流行籽 但是医院呢 会用一个相对专业一点来 会点一下那个位置 如果说有疼痛的症状 那么贴这个更好一些 来 贴这个位置 把它贴在 耳朵的这个位置 这是第一个 我们说的肾 涮 穴 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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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还要贴一个 三胶这个位置 三胶呢 有助于人体通畅 三胶的气血 气血通畅了 那么结石也不容易形成 同时有结石呢 也相对来说容易排出 三胶在什么位置呢 三胶是在耳朵的下部 这个位置 我们还是要 拿一个棉签来削削毒 在下面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贴在耳朵 下面这个位置 这就完成了 但是有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说贴完就完事了 那么在贴完以后 我们要求病人定期的 自己来按一按 但有的时候 按一按了 如果确实这几个部位 有问题 比如说有结石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那么按着这个穴位的时候 会出现疼痛的症状 但是出现疼痛症状 往往预示着 你这些部位出现问题了 所以要适当地 尽管疼 还要多揉才可以 达到治疗的效果 好的 谢谢庞主任 先请就座 所以问一下小钱 你的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感觉 那说明你 泌尿系统很好 对 还真不疼 而且就也没有觉得说 因为放了这个豆 多个的黄 没有觉得 但是确实有些人 如果有问题的话 贴了这个耳朵以后 他晚上会疼得睡不着觉 至于不敢往这边侧身睡 一压着就很疼 那庞主任 像他这个耳穴压 都需要贴几天呢 一般咱们贴个一两天 就可以换一下 好 所以这个方法 非常的简单 刚才的那个穴位 大家一定要找对了 对 找准了才有用 找错了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对 是这样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 叫做耳穴压痘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就是八段井了 八段井我相信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都不陌生了 这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 一个养生保健操 没错 那么究竟是哪几节 对我们的化解结石比较好呢 八段井其实八个动作 是我们非常中国传统的 非常好的一个 保健养生的一系列的功法 其中有一个动作 对于结石的排出 特别有好处 就是第八个动作 叫做背后七颠摆并消 那这样我们请两位观众 然后和庞主任一起学习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来 邀请二位 这个动作叫做背后七颠摆并消 那么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来教大家一下 我先背过来教大家一下 可以把手背过来 放在腰部这个位置 然后俩腿了可以并起来 也可以稍微刹开一点 都没有关系 吸气的时候 抬起脚跟 呼气的时候 脚跟垂下来 颠一下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说是背后七颠 其实我们可以做几十项 都没有关系 这个对于结石的排出 格外有好处 不仅如此 通过这个动作 还可以让我们全身的 经脉通畅 很多的疾病 都可以通过这个动作 来达到治愈的作用 好 那这样我们让两位观众 来学习一下 好 来 来 准备 准备 开始 吸气 一 呼气 二 咱们落下的时候 就是自然落下 四 对 不用特别用力 就是自然落下 然后自动颠一下 就好了 五 再来 六 六 七 请问一下 你们觉得做了 刚才只做了七下 你们觉得累吗 我挺累的 我感觉还好 其实确实是 这个动作呢 看着比较简单 其实做起来 还是需要一点体力的 尤其岁数大一点的 这个呢 可能做起来 尤其做次数少还行 做次数多还是挺累的 所以但是这种长期做呢 随着你慢慢惰念 你会觉得 就是慢慢越不累了 不仅说可以调节 体质 还可以帮助你排出节食 尤其是我旁边 这位大哥特别可爱 刚才他做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他 他很努力地 在那个往上往下 然后吸气 呼气 然后刚才差点有个动作 把自己半摔跤了 上面平时大哥 肯定缺乏锻炼 缺乏锻炼 这头一次 健身上看见过 不知道怎么弄 这跟您学会了 以后天天就可以在家 就这么练 但是就想问您 练多少次就不为过 就是一天练多少次 一般而言 如果说就是 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 我建议 每次练七七四十九项 其实每天练个一次就可以了 也要说有时间 每天练个两次 都是可以的 好的 特别感谢两位观众的参与 谢谢你们 也送上一份 由曹清华提供的礼物给你们 祝你们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好的 谢谢二位 谢谢你们 谢谢 应对泌尿系统结识的方法 您都学会了吗 如果没有记者的话 也没有关系 欢迎您拿起手机 扫码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马上进入到的 就是看大一环节 本栏目专家 由看大一推荐 感谢看大一 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我们也从 庞主任的粉丝团里面 找到了两位粉丝 他们也向我们发送了 他们的健康一货 要咨询一下庞主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视频 庞主任您好 我是您的粉丝 我关注您很长时间了 我现在这个尿酸 尿酸是已经800多 能不能把这个尿酸降下去 其实降尿酸呢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为什么呢 需要改善生活习惯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生活习惯 就是管住嘴 那么很多食物呢 飘零物质比较高 那么一定要减少 飘零物质的摄入 那么哪些物质 飘零含量比较高呢 其实包括这种肉汤 特别是羊肉汤 然后海鲜 啤酒 包括菌类 蘑菇什么的 这些物质 含用飘零比较多 那么这些呢 把这些食物尽量地避免 同时还要做到 多喝水 多排尿 另外呢 还要做到适当增加运动 在运动帮助人体 增加这种循环和代谢 把体内的飘零物质代谢出去 一般而言 如果说800多 我们需要 首先需要改善生活方式 改善生活方式以后 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如果说尿酸降下来了 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就好了 如果降不下来 我们通常需要配合一些药物 帮助你降尿酸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唐老师您好 我呢 每天干活 腰酸疼酸疼的 还出汗 晚上睡眠呢 也不好 请问 我这个怎么调理呢 这种情况呢 其实从中一讲 最常见的症情呢 就是脾身不足 当然为什么它一活动就出汗呢 我们讲的人体的这种阳气不足了 不能顾乎鸡表 所以一活动 就人体的就很容易出汗 而且比较容易疲乏 我们讲的这种 中一讲的痞虚 吃完饭以后 把这种饮食中的这种精华物质 不能输送到全身 所以就吃完饭以后 就可以出现疲劳 包括夜间睡不好觉 那么该怎么调理呢 第一就是保证一日三三按时进行 第二 适当增加运动 第三按时起聚不要熬夜 如果说这些生活方式改变以后 他们的这种体质还没有得到调整 通常需要采用一些药物配合 但主要是一些补脾肾的一些中药 来进行帮助它改善它体质 好的 谢谢庞主任的回答 也谢谢这两位粉丝朋友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有一些健康方面的疑惑 想要咨询我们专家的话 你也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点击我要提问就可以了 接下来进入到大一有妙方环节 健康养生关注大一本草堂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一有妙方由香丹青指定播出 那么中医是如何应对 泌尿系统结实的呢 马上请教一下庞主任 其实我们中医有很多中医治疗思路 对于结实治疗有它很好的效果 但如果其实我们去关注 传统的中医来讲 通常采用的是第一个方法 我们叫做清而地施法 这个方法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源于中国古代名义 有一个名义叫华陀 华陀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 叫做《中藏经》 在《中藏经》里面 华陀把结实的成因归结为八个字 如水煮盐 火大水少 简单说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用火去煮一锅盐水 如果火很大 水慢慢越来越少了 那么盐内就会形成 结晶出来形成结石 所以就认为是这种 本身体内本身有火 有湿热 所以传统的中医都是采用 清而地施的方法 这样经典的方法就是 八正散 八味药 木通 车前 扁炊 带黄 华石 蚯脉 甘草等等 就是这几味药 主要是以清而地施的方法 来制造结石 当然这个方子有没有效呢 确实有效 对于这种比较小的石头 一般比如说三四毫米的石头 通过这种方子增加人体的尿液 可以有利于结石的排出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 结石如果大一点 或者结石在体内停留时间长一点 我们用这种增加尿量的方法 很不容易帮结石排出 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结石在输热管里面 那么肾是出一种积水的状态 如果我们再用清而地施的方法 会加重人体尿液增加 会增加人体肾积水 这样对肾脏是有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通过多年总结 包括我们科的老前辈 总结出一个方法 叫做活血化瘀的方法 形器活血的方法 对于结石大一些 或者停留时间相当于说长一点 那么这种我们可以采用 这种活血化瘀的方法 我们也有一个经典方子 叫做化瘀尿石汤 通过这个形器活血的方法 来帮助很多大一点结石 或者停留时间比较长的结石 帮助它们结石排出 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现代研究 发现这个方法来帮助结石排出 它并不会增加人体的尿量 但是会增加酥脑管和肾瘀的蠕动 通过蠕动把它结石排出来 当然了如果说结石已经排出之后 我们该怎么预防呢 也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方法 我们通过调理脾胃的方法 来帮助人体改善体质 来预防结石的发生 主要采用的方子 主要是六菌子丸 或者无碧山药丸 其实都是一些调理脾胃 健脾的方子 来帮助人体去预防结石 好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排石法 我还听说过一种方法 庞祝人 就是有一些日常的小方法 就是多喝点水 然后加跳绳 有一部分朋友就把这个石头 给排出来了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吗 当然存在了 其实对于所有结石患者 那么多喝水多排尿 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制造方法 那么在这我也想 请问嘉宾 不算考你们 就是你们认为 如果结石的患者 每天喝多少水 是比较合适的 你们可以猜一猜 喝水的话 那肯定要多喝水 那喝多少水就够了 还说每天要喝一吨水 当然喝不进去那么多水 正常人不是说 一天是两升水吗 一天八杯水 八杯 对 八杯水差不多 是1500毫升 1500毫升 那我觉得 再多个三分之一吧 比正常人 那就是喝2000水 对吧 我觉得应该喝 正常人的至少一倍 因为他又 把石头冲下来 按通俗的想法 那会不会有水中毒的情况 喝太多 说的都非常有道理 其实呢 这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是个非常绕题 或者说 这个你们的 回答任何答案 都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喝水 并不是以我们 喝多少水为一 对于节食的患者 我们通过多喝水 要保证 他的尿量 在2000以上 所以就说 如果不管我们 喝多少水 只要能保证 尿量在2000以上 就够了 对于夏天 我们要更多的喝水 因为出汗多 冬天我们可能 适当的少一点水 但一般而言 差不多要喝2500到3000 因为怎么喝到水 喝到胃的水 还要提表的蒸发 所以其实要比2000 是要多一些的 当然除了喝水以外 跳绳 刚才斯嘉讲的 跳绳 这个运动非常好 如果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跳绳 特别有利于 节食的排出 尤其是 节食比较小的患者 那么有利于 节食排出 但是有一点 需要注意 如果节食特别大 超过了 双管的直径了 那么跳绳 也是不容易跳出来的 容易堵塞 对 健康养生 关注大一本草堂 今天特别感谢 庞主任做客 我们的节目 和我们聊了这么多 关于泌尿系统疾病的 相关知识 关节肿胀痛 就用曹清华 一心除湿止痛胶囊 感谢曹清华牌 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本栏目专家 由看大一推荐 感谢看大一 对本栏目的大理支持 那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